这是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位哲学家 他被视为西方厚黑学的鼻祖 他叫马基亚维利 他写了一本被称为恶观手册的书 叫《君主论》 其中有句话这么说的 群蟒总是被外表和实物的结果所吸引 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蟒 当多数人能站得住脚的时候 少数人是没有活动余地的 这句话听起来很刺耳 通俗点说就是 这个世界上愚蠢的人太多 而他们总是能够被一些 表面现象和眼前的利益所吸引 你想在社会中有支配资源的权利 那你就得利用这些人的特点 不能够让他们站住脚 这句话虽然来自几百年前 但放在今天依然不会显得过失 或者说它永远不会过失 你可以仔细地想一下 我们社会当中的一切组织行为 你可能会发现这句话是 隐蔽的最深的底层逻辑 英国的学家培根说 马基亚维利写出了人本来的样子 而不是应该的样子 那人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呢 他是这么描述的 一般来说人都是善于忘恩负义 容易变心的 是伪善者冒牌货 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 必显得唯恐不及 逐利的不甘仁厚 他还说一个人想在一切事情上 发誓以善良自持 那么他必将在不善良的人当中遭到毁灭 这些话在我们听起来可能是毁三观的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以儒家传统思想 为核心基础的社会 但是毁三观的一定是错的吗 他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启示 有可能存在着不止一种价值体系 这些体系没有可以 使人从中做出合理选择的共同标准 马基·艾维利实事求是的认识到各种目标 同样终极 同样神圣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个商人或者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 你会学习马基·艾维利吗